9點鐘 聽一聽 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個星期9點鐘之後的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 我們請來英式教育的執行總監陳詩銘 Samuel 早安 Samuel 早安 我知道如果想去外國升學 除了大學時才過去 其實小一點也可以 對呀 其實很受歡迎 我自己也是九歲就去讀技術學校 九歲去到 會不會很掛念家 一定會 尤其我當時都未離開過家 第一次去 但也很好 我們有很多短假房 有時聽朋友說 送兒子去英國 但現在整天都回來香港 每年都回來六次 我們一年有三個長假 聖誕節一個月 復活節一個月 暑假兩個月 每個學期都有一個半期的短假 一個星期至十天 你可以每個假都回來 機票自己喜歡的話 不就買 然後就送他回來 沒錯 一來是這樣 有些家長也覺得 因為留在英國 都要找一個監護人 都要付錢 都要三四十磅一天 有時住十天八天 不如買一張機票回來 因為你又不同 大一點 我以前有些朋友過到去 喜歡自己在那邊買一張車票 到處去玩一下 認識這個地方 是另一個學習 但如果這麼小來講 像Sammy說 可能買一張機票價錢 就抵過去那邊 不知道又要找人看著 我自己也這樣跟朋友說 我覺得應該幾小也好 都比他留在英國更多 因為其實你說去英國 去了解別人的文化 但其實你也是在學校裏面 你沒見過別人的世界 有時放下短假 就算那邊的監護人 是一個伯伯 很悶 都好 你也叫做 真的融入過別人的家庭 看別人的小鎮是怎樣 是悶的 可能那個文化是這樣的 但其實如果真的在講寄宿學校 其實現在在香港 有什麼途徑可以多了解 關於英國的寄宿學校 現在很多 其實網上的資料也很豐富 透明度高了很多 當然每年都有很多不同的教育展 九月十月 每年其實升學 黃季是九月十月的 因為英國開學了 那校長一結束了他們的學生 他們就可以飛過來香港招生 香港曾經是全球最大的市場 給寄宿學校 其實今天還是第二大 我們香港一年有1800人 去英國讄寄宿學校 每年新學生 他們招生通常 例如下年九月開學 今年九月就要做準備 做一年 做一年 起碼做一年 有些可能早兩三年 有一間伊頓工學 我的朋友是一大肚 就已經要登記了 很受歡迎 但想到多少歲過去 先想到 都是一出生就登記了 十三歲入學 蛤 但是十三年 中間的十三年 有些什麼要做 就是等了 因為其實 英國技術學校 為什麼這麼出名 其實它已經是一個 國際知名的產品 它是挺特別的 例如你看哈里波特 其實就是英國技術學校 不過我們不是學魔法 所以進入去 我們都是分不同的房子 我們都是很多比賽 我們都是很有凝聚力 也是要搭很久的火車才到 其實英國技術學校 是一個英國文化的象徵 還有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英國本地人 就算讀書免費 英國的學校叫State School 免費的政府校叫State School 讀書免費也好 它寧願給二三十萬港幣 即英鎊的二三萬鎊 去讀技術學校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回來得到的那種教育 是真的不同的 不同的 就是英國學校的 你看看他出了Eton 出了二三十名手上 曾經這個威靈頓功爵 打贏那場仗 說一句說話 The battle of Waterloo was won on the backyard of Eton 究竟這場仗 是否在伊頓功學的後花園打 就不是 他純粹只是說 原來我們那些領袖 都是伊頓 伊頓那種文化教出來的 有領導才能等等 所以其實技術學校教的 是另一種skill set 我們經常說是character building 就是一個性格的素材 學習一下怎樣跟人相處 怎樣批判成史考 所以技術學校是很特別的 我想很多家長都可能比較迷糊 就是究竟技術學校是讀什麼科 像不像香港的 為什麼想著是除了訓練 他自己可以獨立一點之外 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科目上也有些不同 譬如他們去到第九班 我們會讀外語 他一定會讀外語 拉丁文 法文、德文 其實學習都很闊 木工、藝術、drama、戲劇、畫劇 雖然聽起來也有科學 也有數字 也有英文 雖然聽起來在學科上 香港也有 香港的國際學校也有 甚至乎很多直資學校 本地學校也有這些科目 但我想最大的不同就是文化 他重視 香港我們對科目是有編排的 永遠放第一的就是語文 science 然後才排到humanities art 到最後才是sports 但其實國際經濟論壇 先說完 接下來的世界最重要的技能 其中一個就是creativity 其中一個就是情緒管理 英國技術學校 我覺得是好的地方 就是重視這兩樣東西 他們不是叫extracurricular co-curricular 每天四點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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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一定要你做運動 不是要你做運動員 其實他是想你參與 想你在運動上學習 都怎樣跟蓬佩相處 責任等等 溝通 就好像哈利波特 他明明進去學魔法 但是他到最後都迫他玩了quidditch 運動 所以其實英國技術學校吸引的就是 他的文化 四點鐘一定要打球 六點鐘就吃飯 晚上就一定要做功課 玩的時候就一定要你玩 讀書就一定要讀書 那算不算其實也很普遍呢 算的 反過來 英國不好的地方 就是其實所有東西很系統 他仍然保守 所以其實英國技術學校也好 英國教育也好 未必是全球最好的教育 只不過是很適合香港學生 美國其實大家都覺得很好 他們更加有創意 但是美國的教育 可能比較注重學生自己要舉手問問題 你要自己去拿些知識回來 自己要去為自己而表達意見 但是英國就systematic 就算是一個很靜 沒有什麼自信 英文不是很厲害的香港學生 去到英國技術學校 他的系統已經可以帶你走 我想其實也是的 這個環境也很影響到 學生的學習情緒 或者提不提得起學習興趣 所以我覺得也是的 如果自己本身覺得 都不是很喜歡香港這種教育制度 可以考慮一下 會不會了解多些 關於海外升學的一些資訊 或者可以找到一些適合你的出路 今早上再一次 麻煩你自英式教育的Samuel 麻煩Samuel Thank you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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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bye